公共肥大 公共肥大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症状 它是我们所说的 它的发病主要是 所以长期的慢性的严重刺激以后 造成着局部的纵松 组织的纵松 在临床检查之后 发现它是一个肥大 医生观察之后 它就是一个比重症要大 就是像我们形容人 这个胖和瘦的道理是一回事 公共肥大 它是一个慢性的严重过程 没有什么危害 我们在临床上不做处理 不用治疗 它既不是恶性的 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 我们不治疗它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